好 那现在呢已经在抛联盟嘛 包括这个朱立伦呢 抛出了执政大联盟 可是金普通呢上节目的时候呢 就直接吐槽说 我不理解什么是执政大联盟 我甚至一通电话打给了朱立伦 就连侯友也说 朱立伦曾经提过几次 但侯友也不知道朱立伦口中的什么 执政大联盟是什么 而且呢会在这个时候讲出来 听说在全代会上台之前 才说要讲 那金普通呢就开骂 他说不要去喊这些有的没的 这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 马拉松才10公里 球赛才第一节还没打完 什么执政大联盟 所以我也跟朱立伦说 游戏规则赶快订出来 如果处理不好大联盟 国民党未来是会被吃掉的 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 大家有合作空间 但不要还没谈 就把底牌都打掉 我想说正在金普通的立场 那当然对他而言 此时此刻请教亮哥 拉侯友谊的民调 民调是当务之急 可是你一谈到什么大联盟 执政大联盟感觉起来 是不是就是要弃饱了 那侯友谊民调 还要不要继续拼啊 不啦这个就是措辞的问题 金普通这样想当然完全合理 他当然是说正式提名的 先让侯友谊充两个月吧 看他能够充能耐到哪里 对不对 这合理的主张呢 可是你也不要把主张政党合作了 都当作是投降派嘛 都长他人志气等等 也不用把话讲到这里 你可以说两个月之后 我们保持弹性嘛 因为我们一定是要整合 才会盈爱卿德嘛 这个就是措辞的问题 那因为他讲话就很奸啊 一下要杀罗志强对不对 那当然就会引起人家的不愉快嘛 所以我是觉得 坦白讲这个就是措辞啦 这好比他对郑立文啊 对我们阿蕃鸦啦 对邱毅啦 那个措辞没有必要这样吧 我事实上我都公开讲 我说侯啊 郭啊 柯啊 你们三方都不要互相骂 因为你们未来是要合作的 你们都是占有啊 你怎么可以对占有 这么不留情面呢 对不 可以 百分之百举手 对嘛 就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是占有 虽然现在暂时在不同阵营的 因为这个选举蛮曲折的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你不是说不打克这件事 道路是曲折的 是 你不是说不打克这件事 金小刀也认同啊 是啊 对啊 他透过谢龙界来告诉我啦 谢龙界他后来告诉我说 金说那个是民进党在运作的啦 说什么我要打克啊 没有 没有这件事 我讲的打克是指战略上 我们现在是在讲 你在讲你的占有的措辞啊 因为人总是会有脾气嘛 比如说我如果点名格格 要讲很难听的话 你至少会记得一个月嘛 对不对 就是这种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要维持占有现在 这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这个局 可是大家心里要有一个谱 就说 好不然两个月之后我们再来看 大家还是要知道我们要整合才会赢嘛 就是你如何把这个逻辑讲给大家听 我觉得很有道理大家就会接受嘛 那到时候也是凭那个时候的结果 来定如何结盟啊 当然是这样啊 实际上柯文哲我举例啦 民众党现在听到郭台铭的电话就立刻躲开啊 他这个逻辑跟金普聪有点像 他认为我如果常常接你电话 那你那吸心大法把我的元气都吸走了 他也怕啊 那郭台铭可能也批评的在 可是人家没有像这样子像朱立伦党一起啊 对啦 所以是讲话的问题啊 没有没有这个金普聪以为他现在是 当主席结于秘书长兼竞选总干事啊 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很大啦 所以我说他太健庄太后 他讲话都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 哇靠 没有啦这个 这个不要制造人与人的恩怨 说实在 因为大家未来 这句话金普聪如果听不进去 我今天笃定 我有一得票不到10% 就会 就会因为这样卡东卡西的 是啦 真的是这样 那公开呛党主席的 党主席讲的执政联盟 这个是符合大多数 反对民进党的民意啊 他这样呛说 好像说 要不要组联盟是让你金普聪同意 你有否决权 这个不是太健庄太后是什么 想太多了 这个讲这个实在是过头了 呛党主席 这个是多大的问题啊 他后来觉得不要开骂党主席 所以拿罗志强出来 因为两个意思一样 你跟着参加散播调给他 对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 因为黄梓泽是我的学生啊 我当然会相信他啊 黄梓泽真的是打电话给我啊 他说那文章恐怕就是罗志强去运作的 结果因为我刚好上盧秀芳的节目 我又讲出来了 罗志强看了盧秀芳的节目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 对 跟我颅了半天 昨天晚上失眠啊 是是是 他非常非常生气 脸书也写长文 对他很生气 他说他说 绝对没有这件事啊 罗志强什么卡啊 陈长文是什么角色啊 他就说我们两个就刚好是意见 有呼应之处 可是他那个跟我没有关系啊 就是这样 不是他写的啦 不是他写的 对 好啦 那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侯友也回应啦 已经被问到嘛 他就说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 是全民共识 大家要团结一致 好那国民党呢 也出来说了 说朱主席在全代会提及了 执政大联盟的概念 必须要团结所有泛蓝 飞率以及在野力量 也就是结合所有理念相同的力量 完成下架民进党 政党轮替的目标 好 所以苏立伦讲的是概念 那或许金普聪要的是内容 要的是细节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